娱乐至死金钱之上一日一更的圈没又来了 娱乐圈的明星到底有多赚钱 2012年出道的极客俊逸在娱乐圈短短10年 身价就水涨船高 母平台显示他的一场商业演出费就高达85万 广告代言费高达700万 新媒体推广费更是达到41万 年入千万对极客俊逸来说轻轻松松的事情 2014年他的年收入就达到了2200万 现在估计早已翻了好几倍 在节目拜托了冰箱中 七威曾带来一个保险柜 里面全都是他收藏的香水 他直言不讳的表示 以这些香水的价格 买下北京的一套别墅是没什么问题 郭静明的豪宅更是奢华至极 墙上随便一幅画就能买一套房 一盏台灯就价值56万 毫无疑问娱乐圈是所有行业中最暴利的 就算是18线的小艺人 收入都比普通人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而换期一二线明星年收入都是以亿来计算的 许致远曾问豪磊 为什么年轻人都想进娱乐圈 豪磊的回答一针见血 名和利都是这个行业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在娱乐圈流量就是利润 为了获取流量 资本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流量搭财 小丑唱戏 娱乐圈的捞金钱规则 戏巴内幕 圈妹一言难尽 第一炒CP 利人设 博眼球 营销通稿 赚流量 刷存在感 在娱乐圈 老老实实演戏和唱歌是红不了的 明星那么多 你想要抓住观众的眼球 让别人记住你 你身上就要有可以谈论的话题 无论话题好坏 有人谈论总比无人问精强 最简单的一种就是炒CP 真CP 假CP都可以 只要能让观众磕掉糖就可以 2011年 冯绍峰和杨幂合作了公 四阿哥和秦川的爱情故事 让无数人动容 这两人在戏里爱得死去活来 在戏外更是暧昧不明 当年工剧组参加快乐大本营时 冯绍峰还对杨幂来了一场求婚 还称双方已经见过家长了 在后续的采访中 冯绍峰也曾直言 戏里边的反应特别真实 此外 两人还在微博上频繁互动 演如一对真正的小情侣 这一番操作下来 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两人的恋情 不可言喻的真真假假 最吸引大众的谈资 这两人的暧昧直到杨幂 遇见刘凯威后才彻底切断 明星若是有了恋情 双方强强联手 捆绑营销更是一桩美事 冯绍峰和妮妮在一起后 就一起出演了电影 我想和你好好的 戏中有大量的亲密戏份 文章和马依丽结婚后 两人合作了小爸爸 锦衣卫 剃刀边缘等剧 范冰冰和李晨 爱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她还零片酬 出演李晨投资的天空烈 为电影赢得了不少票房 这几年 随着真人秀和综艺节目的兴起 情侣党和夫妻党 捞金的途径更多了 霍思燕和杜江结婚生子后 杜江带着儿子 上了爸爸回来了 爸爸去哪 她还和霍思燕 在妻子的浪漫旅程 秀足了恩爱 夫妻恩爱 家庭美满的人设 也是观众喜闻乐见的 如果是圈内和圈外的结合 也没有关系 杜淳和王灿结婚后 两人上了婆婆和妈妈 做家务的男人 还顺便把王灿带成了网红 如果没有CP和潮 那人设也要立起来 迪丽热巴在圈内 向来以美艳著称 但娱乐圈的美女太多了 如何让她脱颖而出呢 于是她的团队 给她立了一个吃货人设 只见迪丽热巴在各种场合 要么在吃 要么在谈论吃的 网友给了她一个称号 叫胖迪 为什么立吃货人设 蒋方舟曾分析过 可能是迪丽热巴太漂亮了 吃货人设 恰好拉近了她和普通观众的距离 再比如 华晨宇因为特殊的举风 网友给她起了一个火星弟弟的称号 所谓的弟弟 必然和纯情 单纯联系在一起 早年间 有记者问她 你是精神放得开 身体保守的人吗 华晨宇回答 是 身体保守 非常保守 很保守 于是 华晨宇又多了一层单纯的滤镜 让无数少女 把她当成男神 不过 十个例人设的明星 九个都会崩塌 外形可以包装 人设的性格和品质 是最不能作假的 当然 如果再大胆一点 我眼球的事情 也不是没人干 2007年 在香港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 霍斯燕一席 超低胸短裙 惊艳亮相 所有记者的摄像头 都对转了她的胸口 虽然这一年 她没能拿奖 但却成了全场的焦点 2010年 在 《惊武风云》的电影发布会上 霍斯燕更是现文黄波 引发全场高潮 炒CP 丽人设 火眼球 是娱乐圈 赢得流量的基本操作 不过随着相关政策收紧 资本的运作手段 低调了一些 第二 当演员 跨界 哪里赚钱 就往哪里钻 在某党综艺 张子怡质问 台上想当演员的歌手 为什么要当演员 难道演员这个职业 是个很低级的职业吗 这些年 无论是唱歌的 还是跳舞的 都在往演员的路上 跃跃于世 倒不是因为 演员是一个低级的职业 恰恰相反 演员是一个赚钱多 且门槛不那么高的职业 袁红在节目 《仅三天可见》中就说过 他读到大四的时候 手里赚的钱 就已经是他妈妈 一辈子工资的总和 那时候的袁红 还是圈内的小透明 也只能演一些配角 就已经能拥有 如此高的收入 可想而知 演员这个行业 到底有多暴力 网上曾流传过 一份明星片酬排行榜 上面的片酬 堪称天文数字 而顶流演员赚的钱 更是普通人 努力十辈子都赚不到的 2015年 杨幂代表的嘉行娱乐 就与时尚影视 签订对赌协议 协议要求嘉行传媒 在三年内 完成税后三亿的总收益 于是杨幂出演了 小时代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古剑奇谈等剧 短短两年的时间 就帮公司完成了目标 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给杨幂的片酬 就高达一个亿 2018年到2021年 杨幂的福布斯排行榜 名次不断提升 据统计 在这四年里 她的收入超过14亿 孙力刚出道的时候 一级片酬5000块 到了甄嬛传 这个数字翻了100多倍 一级片酬高达60万 甄嬛传爆红之后 孙力的身价暴涨 一部剧的片酬 随便下来就要五六千万 更令人唏嘘的是 演员的片酬 多少完全不看演技 只要流量 流量和片酬成正比 比如杨颖的邓延演技 就能拿八千万的片酬 还拿得理所应当 资本对流量的拥护 让无数人都涌向这个行业 2018年 被骂出道的杨超越 唱跳都不行 但是靠着颜值和性格圈粉无数 成为许多综艺的宠儿 不过她的野心不止于此 从2020年开始 她转战影视圈 先后出演了八部戏 带播剧还有四五部 有人爆料 杨超越的片酬 属于顶级明星的片酬 一部戏高达千万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表演训练 学历平平 背景平平 年纪轻轻 就能赚到如此高的片酬 杨超越的成功 注定带动无数人 往演员这条路上奔用 跨界的不只是杨超越 许多新生代歌手和偶像 都在抢着吃这碗饭 比如同期节目出道的 孟美琪 吴轩怡 王菊 徐梦杰 看着这些新兴偶像 涌入演艺圈 表面上为圈子注入新鲜的活力 实际上折射出了一些糟糕的现象 资本主力 各个平台不看演员演技 只看流量 流量高的片酬 高 戏份多 以至于衍生出许多烂剧 久而久之 没有人能潜下心去研究剧本和演技 因为没有流量 再好的作品和演技都一文不值 这样的恶性循环 势必让整个演艺圈充满了同臭味 同时 为了追捧流量明星 片酬一路高涨 片酬占了整部剧 制作经费的大部分 哪里还有经费去打磨福瓦道呢 因此 在演艺圈 谈梦想 情怀 艺术 反而成了一个笑话 资本制造烂剧 观众也只能看烂剧 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 明星们赚的盆满钵满 第三 直播带货 商业拓展 将韭菜割到底 曾经被称为最帅段誉的陈昊民 和厂家联合带货 一种号称原价要6000多的洋酒 结果卖了半天 一瓶都没卖出去 没想到陈昊民搞了一个优惠券 说用了优惠券买酒 只要20多块钱 不知道的还以为 真的是陈昊民给粉丝的福利 了解的人才会明白 这是直播间的惯用套路 先提高价格 再降价 建立反差 引导粉丝下单 不过粉丝也不是傻子 降价6000多的洋酒 真的能是什么好酒吗 最后销量依然没有上去 使用同样套路的 还有李金明 他曾经因爱情公寓宏极意识 但风头过后 彻底沦为18线 只能靠直播谋生 他曾在直播中 售卖一款原价6000多的名牌包 但是他给粉丝的福利价 只要399就能买到 于是粉丝疯狂下单 结果卖了1000多单后 李金明居然和助理演了一出戏 说助理标错价格了 李金明这一波卖出去 直接亏了600多万 李金明本想通过这一出戏 让销量继续上升 没想到粉丝一听 心疼的不行 纷纷退款 不让他承受更多的损失 最后李金明只能自己站出来打脸 表示这款包包的成本只有300多 再仔细一看 这款包包根本不是什么大牌正品 而是源于一家二手店 愚弄粉丝 制造噱头 简直捞钱无下线 除了直播 明星还有一个副业就是开店 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宣传 同样赚的不少 2015年 陈赫联合几个圈内人 创建了咸和装火锅 生意红红火火 短短几年就开了几百家分店 吸引了无数加盟商 陈赫给予加盟商的条件 十分吸引人 号称一年内回本 每个月的毛利可以高达60% 甚至超越了火锅龙头品牌的海底捞 等加盟商加入后 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首先加盟费就要30万到50万 还只享受三年的品牌使用年限 等到三年一过 每年还要交2万的价格续约 而且陈赫不会免费帮分店宣传 找他去宣传 还得支付60万到100万的费用 有的加盟商亲信了陈赫的承诺 最终赔了个底朝天 想要找陈赫 要个说法时 他早已带着圈道的钱退股了 据统计 陈赫开店这七年 赚的钱甚至超过两个亿 陈赫的好兄弟郑凯也是开了一家叫火凤凰的火锅店 和闲盒庄圈钱的套路一模一样 甚至闹出的风波更多 娱乐圈的捞金犬规则 离不开流量儿子 有了流量 台子就搭起来了 无论是小丑还是美人 都可以尽情表演 这些年 人设翻车 收割韭菜 偷税漏税等负面新闻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观众的底线 所谓的明星 本该是艺术的引领者 本该是梦想的象征 本该是站在光里的人 可是他们已经逐渐失去了最初的模样 有的只是资本的傀儡 当这个圈子不靠专业能力 就能赚钱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粗制滥造的作品 会越来越多的流入市场 人人都想成名 人人都想一夜暴富 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 让这个世界面目全非 红与不红是娱乐圈的两极 前者站在金字塔的顶尖 占据着绝对的花语圈 后者被踩在脚下 沦为一个蝼蚁 这是谁又能永远成为流量的宠儿呢 当潮水退去 谁又不是资本的弃子呢 上天赐予你的礼物 都在暗中标着价格 才是娱乐圈这个名利场 背后永远适用的规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